今天我們來講一個比較沒用的 沒有用的一個話題 那為什麼講一個沒有用的話題 因為我希望有一些人要清醒一點 不要太接近罪人 罪人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觸碰他的時候你要特別注意 罪人你要如果要跟罪人貼的話 你要稍微小心一點 永遠幫他一手 還有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人 不然你會想像中 因為以前我也很容易相信別人 我小時候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會記我一件我阿哥的記憶 我十三歲那年才十三歲 十四歲那年 我跟我一個朋友算不錯了 再來 再來就是 我就叫海 因為他跟我另外一個朋友說我怎樣怎樣 結果我的朋友來很想像 來到 那時候我會說兩三個而已就跟他親一下 我問說你怎麼跟他親 那我就問說到底什麼人說 說那些話給你聽你真 其實我三個都不錯 我三個比如說 十幾歲那時候 十三歲差不多 我記得差不多國學那時候 國學那時候 國中英年的時候 對 只要生那年 我就因為我還記得 對 他就給我證 我證明了 我證明了 流到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多少 可能 五十四歲有 流到全面都是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我證明了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我問說 結果是 問問之後 我那個朋友 跟我們另外一個朋友 說我的牌位 其實都沒有 結果我沒有朋友 我沒有朋友 基本上有很多 我們十幾歲而已 就都這麼兇 你知道嗎 就是 我那個朋友看我不會送 那完全不知道 可能你玩的 可能你玩的時候 說話還是怎樣 去跟他打招呼 我們也不知道 他就給我另外一個 好的朋友 因為 那個生了 漢炒比較好 他有的人發育給他 我那時候發育 還要洗完 他就找那個大小 你知道嗎 他洗完 叫他來幫他做 我真的都 有夠水小 幹 所以我在知道 什麼叫做水小 因為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的發育 我沒有記憶 人家有的 國學院五年 就生得很大 就生得百五百六 那他就生得百六 國學院的時候 有的女兒 發育才好 一定生得一百六十五 國學院五年的時候 那時候很高 那時候給我 那時候比我更高 說我差不多十公分 我那時候 你心裡我記憶 差不多五十 差不多一百五十八公分 因為那時候發育 那時候發育 我算得百五 那那個對方 對方給我針的 聲音都比較高 差不多一百六十七 差不多一百七十公分 反正他的漢照 都大了 他那麼多 結果我就針到老 我問問他說 幹 你要給我針 你都沒有這樣問 他說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結果他給我針 之後他又換你針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 我知道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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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平實據 以即便有真平實據 你也要找雙方能來查證一下 丟 練 人 armed 插 我說 我跟你說,陰謀者就是用這個資訊不對稱 讓你兩邊去仇恨 你仇恨他,他也仇恨你 你知道嗎? 你開始仇恨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問對方實際上有沒有這一回事 其實你雙方都應該坦白 業長問有沒有這件事情 是不是你做的 你要當面去問那個當事者 因為那個當事者可能也是受害者 你知道的意思嗎? 兩邊的當事者可能是受害者 就是中央有人敢吵架 對啦,就是那個陰謀者 他就用你雙邊製造仇恨 我跟你說,你跟那個朋友給他害 他就是害我們兩個 害我共產生的 我是受害者 對方幫他針那個 算是他也受害者 我就想說,幾乎你如果幫他針 我把他針對我們平安會 水到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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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我們平安插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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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知道,幹的,人家都賣掉了 我就知道,從那一次之後,我就懂事了 我就稍微,你知道嗎,我就稍微對這座人,我就稍微比較疲倦 比較要在那裡睡小,幹,沒什麼東西,就有錢 睡得到哪裏,睡得到哪裏 那就是一個教文 教文說,我們人跟人之間一定要做好防火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你什麼人的話,你都不要相信 這些人在那個聖經裡面都有說 對,都有跟我們做教的事 我是覺得你聖經你要去看 這是做一個人,你一定要保護你自己 你要保護你自己,你不才能保護吧 不然你自己現在都說教在裡面,你是要怎麼保護 所以當一個人,你要兩個原則 第一個,什麼人的話,你都不要完全相信 你的記憶,什麼人的話,你都不要完全相信 有什麼呢?第一個 第一個,我們要跟你講話的人,就是第一條項故意 他就是要自己喊 第二樣就是說,尊重他不要自己喊 他知道跟他聽的名字,跟他分析的東西 他那個不是完全正確的 就是嫁的名字,說給你聽 但是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因為他不在,所以說給你聽 所以你要分析一個人會講的話 他來跟你講 那你就要自己去評估那個話是真的還是假 那基本上我其實什麼話你跟我講我全部都會懷疑 不管你什麼人跟我講我都會懷疑 他還說一句話是 我連我爸的話就沒有你聽,我要聽你 不可能的事情 我連我爸就沒有你心 他在說的話有時候要幹嗎 我聽聽就好了 我講也不會,幾句話都會動析 我去分析說這家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自己都還會再去查 我還去查 因為我有生痛的教訓 就是說人的話真的都不會心 真的都是不能相信 所以所有人跟我講的話 其實我都一直都在懷疑 當然啦 你有時候善利的謊言會就算了 你如果說惡意的謊言 要在那挑撥你 原則上,如果我相關在我就相關在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這個問題 就是以我個人的案例跟你講 跟各位分享這個經驗 就是很多名字都嫁 尤其在中國社會 中國社會 就是一個炸騙集團的社會 騙來騙過去 我自己說 他的本質一直是詐欺 要都報一些嫁的消息人說的 把人要搬他去經驗 所以我說這種的名字太多了 所以我說 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的記憶 他是一個 他們全部都是詐騙集團 他們為什麼是詐騙集團 因為這是中國文化 因為中國文化就是一個詐騙文化 中國文化的本質就是一個詐騙的文化 所以中國人如果不詐騙的話 他會做假 都要做假 這是自古以來都是假的 那也不是說今天造的 是很早以前那個時候 從皇帝時代開始就在做假 都在造假 每一代做的東西都是假的 我一代騙過一代騙 我要說要做他的習慣 所以中國人如果不詐騙的話 他們就不是中國人 所以你的記憶 中國人等於詐騙 你的記憶 你對中國人 我們人本來就不可信 尤其是中國人 中國人更不可信 他們在說話 你完全都要懷疑 所以我說 他給我的東西 中國人現在只有腦海裡面 留的東西 我都給他當大便 因為幾乎都是假 事情都不是那個樣子 所以你的記憶 中國人是一個詐騙集團 中國人不管你什麼團隊 都是有詐欺的成分 你好好去查 不管你現在外面 鎮到外面 內面一定是詐欺的部分 我告訴你實在 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要記得 中國人還是他的團體 都有這個性 所以我告訴你 既然中國人 普普遍上 都是一個詐騙集團 那我們就要再問第二個問題 他裡面最狠的 國民黨跟共產黨 不是詐騙集團嗎 更是 他是無恥到沒有下限 你要知道嗎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什麼 中共 還是這個什麼 中國 還是這個 國民黨 還是共產黨 這兩個黨 我說全部都一樣 都在玩什麼 無恥跟下限 譬如說 我說一個例的話 他們是絕對沒有信用的 你說什麼都不合 他只問一個問題而已 到底對我有利不利 有利跟不利而已 他們只有問這個問題 他們不會跟你說 我要 我要算說 我們兩個一個客人 我們兩個 彼此被信用 沒有 他只問第一個問題 這個對我有沒有利 有利 我就遵守 不利 你講的是屁 就這樣子 所以對 對這個 中共 還是 國民黨 也好 他們的本質 就建立在什麼 物質主義 然後利益主義 利益至上 物質 還有利益至上 他要看得到的名字 對他有好處 當成他的利益優先 你跟我說那些 有的沒有的都沒有效力 我只剩下 我剩下 我剩下的 我剩下的就是真的 剩下的 你跟我說的都算 中國人的思維就是跟 人生一樣 跟畜生一樣 有沒有得吃 有沒有錢賺 所以他們的思維停留在罪裏 就跟人生一樣 我今天替你幹這些事情 我有沒有錢可以領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吃飽了 你有什麼錢 對 他就只問這兩個問題 所以 中國人的 他們的世界 跟人生一樣 畜生到 跟畜生一樣 所以我還有一個事情 你想國民黨的生活 如果是想 永山黨的生活 你要想 你要想到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畜生 你如果是一個人生 你會怎麼做 然後那個無恥是沒有下限 你知道嗎 就是 一個人可以多無恥到 多無恥 他就會做那件事情 那就是無恥的下限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無恥在下限是什麼 就是滅亡 就是死 我跟你說 他們偏偏又愛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 他的無恥的下限 剛好是在跟你什麼 跟你算命 跟你玩命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交和點 他那個人 無恥到 他是用生命跟你換 用命跟你換 對 我跟你說的就是 他的下限就是 玩命的 那你是正常玩 你不敢跟他玩 但是他拔下去 那就是拔壞掉 他用自己的命 人家說 亡命之徒 跟你換 你知道嗎 但是你好好人 你不敢跟他玩 所以你都生主義 什麼原因 因為我要說 他在玩 玩什麼 玩無恥的下限 那就是你生他的命 他在玩命 你懂嗎 對啊 人家說 一句話很好的 鄉的 他拔到什麼 無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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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拔到什麼 對 外命的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外命的人最大 不要命人最大 他現在跟你玩的就是 我外命 我要跟你換就對了 你知道 他叫做 玩命 所以一個就是 無恥的人的下限 就是 那個 就是要什麼 他在玩命 那我今天就要講 他們如何玩命 國民黨跟共產黨如何玩命 那就是無恥的下限 你懂什麼意思嗎 算命的 你正常人 你不敢跟他這樣算 你的生疏 但他如果玩這種 我只有建議一種方法 你要離他遠一點 你要把它隔開 然後他只要越過這個線 你就是死 就立即讓他死 先把他開掉就對了 撞掉就對了 必要丟核彈給他 這樣 所以整個把他滅掉 就這樣子 對 因為他沒有命 他跟敢死隊一樣 他就是要跟你換 你知道嗎 那個是無恥的下限 那一個無恥的人下限他會爆衝 他會蹦出來 要跟你換就對了 那個是一個人最無恥的下限的死法 他就是要跟人換 所以我說 他們這種無恥的下限 是要跟你玩命 要跟你相配 你要記得 你好好人 說的是 我有美滿的家庭 我有各種的產業 我各種美好的事物 我都不想去試過 我對這個世界換的 我有很多名字 我很好記 你哪有可能去跟人換 所以你就翁翁這樣 你都算是國民黨跟 算是共產黨 你要記得 他們是在玩命 他在算命的 所以我今天都要教育 因為你現在台灣人 日子過得太爽 你沒有看過這種在玩命的 在算命的 你聽到有沒有 八成位 那個也不算什麼 在玩命的面前 我跟你說 八成位算我跟你說 小菜一茶 不太騙 我跟我說 那都是小塊的事 你不要跟你拼是四名 我玩的是命的 我今天就要講這種東西 就是無恥的下限 他就是在玩命 他算命 他要怎麼跟你算 你就要知道 你怎麼放他 你也要知道 你 你看 這種玩命的人 是求死 他在求死 只要說 我們有一個例子 叫做金科刺青碗 那個金科就是刺客 他就是不可以玩的 你知道嗎 他就是用這條命 要跟你學 他就是這種玩法 就是無恥的下限 他跟你玩命 金科刺青碗 你就知道 那是一個最好的 所以中國人的學家 他用命跟你玩 反正你要辣命一條 你富貴名 你一定到我玩不去的 這種玩意 毛澤東他也有講過 你死一個 美國人就很痛 你死一百萬人 我中國人還很多 所以他就是玩命的 你去看那個什麼 朝鮮戰爭 那麥克拉斯 軍隊跟中國共產黨的軍隊 在 壓綠江 在 北緯三十八度線 野餅那邊爬 那個就是玩命 你知道嗎 那就是自己算命 那叫做人海戰術 你用去兵那個 兵那個 他們那種就是那種什麼 刺客的打法 不要命的打法 當然我們要講這種實話 不要命的人 這種沒有尺度的玩法 畢竟不多 但是我告訴你 只要有一點點 數量不多 它可以造成非常大的什麼傷害 尤其你看這件的武漢疫情 根本是要跟你玩命的 你看到嗎 你不跟你搏 你知道嗎 你不跟你搏 你不自損一萬 傷敵三千也可以 我就是跟你換 我就是要跟你換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這種有沒有 有 可是我告訴你 是你正常人 你好好人 你不敢想 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說這個 跟你說 我們的世界 我們的人類 也有這種 就是玩下線 無恥到他可以跟你玩命 無恥到他可以跟你玩命 他連命都可以玩了 說一些八才會算什麼 能夠算什麼 跟你搏那些什麼 騙怪頭手 我告訴你 騙怪頭手 我告訴你 都要算小菜 最狠的就是玩命 他就是要跟你算命 你說這種事情有嗎 有 你看那個ISIS 那個恐怖組織 那就是跟你算命 他們玩的是生命 不是只有 不是說 只有無恥而已 他們是很無恥的 甚至可以跟你玩命的 你記得他們是黑社會 他們是黑幫 國民黨跟共產黨 他們的背景就是土匪 黑幫 那個共產黨是一批土匪 國民黨是黑幫 所以我來講 我講的這一些東西 那你只要跟他想到最下線就好 最下線 就是跟你玩命了就好 其他的在玩 你玩命的東西 如果你懂 其他的在玩命裡 算命以上 算命以上 你如果知道什麼叫做完命 那你其他的詐騙那些東西 其實就不算什麼 因為你連命都在玩 那其他的詐騙 對方說 消化事情 因為 你要記得 做人有時候也要使用 再刷 什麼叫做刷 你懂嗎 用死命才會賠 你看日本的神風特工 用命 就用命陪美國人 你知道嗎 那就是這樣 所以 對付中國人 可能最後要丟核彈 對 這種就要撐核彈了 那美國現在有那個什麼 戰術核彈 他不會大規模的爆炸 他只會在區域性 可能十公里的範圍內 全部都 灰飛燕面 那種小型核彈 那還好 所以如果他們要玩命的話 可能要丟核彈 就丟這種小型核彈 可能美軍要開始準備這種核彈 可能要準備超過幾千兩 因為畢竟敢玩命的是少數 在中國共產黨裡面是極少數 但是有沒有 有 有 他們就培養一批這種刺客 那就是專門在玩命的 你近鄉人是無法想像的 你不敢想就是我想 什麼樣的玩命 我告訴你 社會有這種人 你記得這種ISIS恐怖組織都有 難道中共不會培養一批這種會 絕對會 這就是他的王牌 你知道 頂線 他拿命在玩 他用命跟你算 他用這個給你賠 所以這叫做什麼 國共 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他們什麼 的主持的下限 就是拿命跟你玩 當然他不會拿他自己的命 他是拿別人的命在玩 所以什麼叫做玩命 他媽的玩別人的命 就是玩命 他不敢說他一定穿白索套去玩命 他自己不會玩命的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美國可能要發動什麼 斬斬手行動 你只要斬那幾個頭就好了 發動電競的幾個頭就好了 其實 中國人普遍上不會跟他們玩命 但是有一批人就是要玩命 所以 我們這種東西 這怎麼防止 第一個 戰術合武 他們如果要玩命 就那一批人讓他全部炸掉 蹦掉了 屍骨無存 然後在旁邊的都是陪葬 誰叫你靠到那麼近 就這樣子 所以 第一個 戰術合武 那種 破壞力比較小一點 然後 第二個 第二個 就是準備要斬手行動 誰發動戰爭的 誰是主 就要斬手行動 就放在那裡頭 陰謀者 設計者 什麼人 設計者 這些恐怖攻擊 那就是 反人類罪 我今天就要講這些東西 所以 你要做一個禁止 你也要知道 人家在玩什麼 人家在玩黑社會的底線 就是我今天講的下限 無恥下限 他們可以奪無恥 那我就要來講 所以 我會說 吃喝嫖賭 在這種無恥的下限 完命的人之前 這有算什麼 這沒算什麼 真的不算什麼 因為人家已經在玩命 那是最大的 生命的人是最大的 什麼的原因 你不就自己破掉 這叫做完命 所以我們在一個 正常的社會裡面 我們最大的 一種人就是在生命 像那種什麼 無差別的殺人 我看一個人要談一個 有沒有 我們最近台灣四季來 很無故的 你看 我在旁邊騎 歐多次等我們 這桌子要把財財 結果說 在中華的那裡有賭死 我覺得那個也很無故 那個 你在對方 那就是在玩命的 有沒有 那就是一個人 墮落到一個階段之後 非常的無恥之後 他就會變成那個樣子 殺人犯人 而且他是隨機殺人 我看什麼人都不送 所以一個人要滅亡之前 上帝會讓他瘋狂 這一句話其實也講的沒有 那人你笑 笑他之後他就最大的 就像我一條命而已 我就跟你玩命了 我在這個社會裡面 我還是有看過這種人 他是跟你玩命的 他就什麼都沒有了 他沒有什麼好眷戀 他沒有什麼好追 沒有什麼希望 沒有什麼好追求的 沒有什麼好眷戀的 他已經發狂 已經抓狂了 所以他只要用命 跟你玩 我看了什麼不送 我就要跟他玩 那這種東西有沒有有 你要承認有 那我跟各位講 講一種動物 你們都很熟 叫做蜜蜂 我家裡是香的 你問我就好了 蜜蜂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你如果讓蜜蜂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發出那種被洛門有一個美 好像陷陷這樣 陷陷好像痠痠這樣 痠痠這樣 那就是他發出那種被洛門跟他所有同伴 刺警 說有危險敵人來 然後那個敵人來之後 他就會怎麼辦 他就怎樣 用他的死命給你搭 就一群蜜蜂 幾十隻 甚至幾百隻 就把你揭護 就對了 那就是我今天你說的這個 你知道嗎 我用蜜蜂給你搭 蜜蜂你知道嗎 你如果叫蜜蜂頂尾 你就知道 那種 發出那種酸酸的味道 草草 生生 他跟硫磺有點像 硫磺那種味道 生生這樣 有一點醋醋醋 他就用死命給你搭 你記得 蜜蜂他用他的毒針定你的時候 他的命也沒有了 因為他會連他的 腸子跟那個針一直把你插 所以他如果把你搭下去 那時候他也死了 你什麼 因為他的 等級都流出來 所以他叫做用命給你搭 你記得 世然界有這種東西 我們人類裡面也有這種 我生來就是要用命給你搭 這叫做刺客 人類中的刺客 就是有這麼狠的人 你不要懷疑 因為他在這個世界都不愛 別人不愛他 他也不愛自己 他覺得他的死命 都沒有意義了 然後他沒有任何喜愛的東西 你要像我我還有幾樣 我比較感受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還不錯 所以你說日子非常辛苦 但是你說 還有很多可以眷戀的東西 我有很多可以去追求的 未來可以去想 但你就不會拿命 跟任何人 但是我說 有一種人就是 沒有愛也沒有被愛 也沒有任何眷戀 然後心中只有恨 然後他就會用這種東西更加壞 所以什麼 完下限 無恥的下限 你的意思就是完命 我今天開始介紹 讓各位開始了解 我要舉一些例子 我要以聖經來看 讓人類可以多無恥 罪惡的下限 就是即死 你要記得 一個人很無恥的話 你要記得 他下一步就是要死亡 他馬上就要面對死 而且是即死 他會死 會即死 那這種案例非常的多 因為他已經在完命了 他已經生命了 然後第二個 中國國民黨在日本台灣的無恥下限 我來看國民黨他可以多無恥 當然他也有台人 你知道嗎 台人殺人滅恐 那等一下我其實都會講到 這就是在玩什麼 在玩下限 人類可以多下限 你說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納粹對猶太人的大獨三 那個也是 那個也是在玩下限 那國民黨他們以前也在玩下限 所以我跟你說 國民黨他其實就是納粹黨 一樣 所有的人類 那個下限都長得一模一樣 你說共產黨有沒有在中國玩過下限 有 像那個什麼文革 文化大革命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那個經濟的大要進 那個就是在完命 完下限 你不要把你摺摺下去 玩下限 就是完命的 文革跟那個大要進 那幾年 那十年 我跟他說 中國人死六千萬,所以那就是在玩命 你會記得中國人是一個會玩命的民主 是個無恥到一個沒有下限的民主 一個民主或一個人他沒有下限的時候他就是玩命 你要記得他是玩別人的命,他不是玩他自己 你要記得他現在算別人的死命 玩命啦,玩別人的命啦 那當然你要知道他這個下限 你知道嗎?因為他以前玩過,那會不會再玩一次?當然會 因為這他的老辦法,他以前玩過,他的祖先玩過 然後玩贏了 你知道嗎?生贏了 你知道嗎?所以這件他又要拔壞了 拔壞了你聽我今天說的 所以我今天要說國民黨跟共產黨還來,要去台灣跟這個中國這裡要拔壞掉 我說的就是要玩下限 要生贏了 玩命了啦 然後第三個中國共產黨 國的無恥下限,我要說共產黨 我說國民黨以後,我要說共產黨 因為這兩個兄弟兄弟 都是中國人生的 所以中國人是個無恥的民主,這個我絕對沒有亂講 他們出來的子孫的黨都在玩命的 都在玩下限的 這是不是中國人生的 所以說中國人是個無恥的民主,這個我絕對沒有亂講啊 不然你們怎麼生國民黨,生共產黨,麻煩你跟我解釋 國民黨跟共產黨 普通的國家還生不出來 國民黨跟共產黨是中國人生的 那你們的警察 對不對 中國人就跟那些喉嚨去後面生的一種警察 把你吞搭了以後,去跟別人影響 就說不定 像說,我們的隔壁出一個派人 甘你娘勒 除了那家人家都帶你去 甘你,你今天又要帶我去的人就對了 甘你娘,我今天要說這個 你就怕我又要嚇的地方 都生這些 中國人全生這些不太孩子就對了 生這個國民黨,生這個共產黨 甘你娘勒 你若不可以換你整個民族去刺刺的就好了 對不對 你不可以換 你就要玩下線 你就開 你就 開瓦斯把自己全部都爆掉 就這樣子 你自己不可以換,你又不可以讓別人換 我今天就要說這個玩下線 我用命要跟你換就對了 甘你就是很不見識,甘你就是要跟你換 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你知道嗎 就是無恥到他整個都已經暴衝了 你知道嗎,被用命跟你換 所以一個人多無恥 你就看他有沒有 要不要命,還要不要命 那我講的這種人就是無恥到他不要命 那無恥到不要命的他還在怕什麼 那你說他們道德,他什麼道德,什麼良知都不完 所以他才會無恥到沒有下線 哇,這種是不簡單的 但我們正常人是辦不到的 我們正常人是沒有那種想法 但是我告訴我,他已經脫開了 他已經 他已經超脫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已經不要做人了 他不當 他不把當一個人的最 最基本應該鎖的東西,當成一位是一模 他已經把那個鎖鏈,你知道嗎,扔開了 做人的 原則把它扔掉了 他不要做 他今天變成一個鎖鏈 他已經 畜生了 他已經是一個畜生了 一定是一個魔鬼 準備要自己換 所以這叫做什麼 下線 等一下我會跟陪各位了解這些下線 你要記得他們是在玩命 他已經算命了 他只是說自己用騙的而已 你用騙的都算聽的啦 騙你我跟妳講那算 清罪而已啦 我今天講的是這個什麼 十二不色的罪 他在玩命 他算命了 跟你騙算聽的啦 現在是算命了啦 玩命在跟你玩 今天我說的都是很夭壽的啦 都是 極度不要臉 但是你要知道這種不要臉的 因為我在台灣這個中國社會裡面 我看太多這種不要臉 這是不要命的 不要臉又不要命的 真的是最可怕的 你真是很恐怕 我最佳這種人 如果我看了你不要拼這樣就對了 不要臉又不要命啊 這個你怎麼受得了 欸我還有 大好的未來就等著我 我才不要跟你這種不要臉又不要命的玩 你知道意思嗎 我說實在話 你遇到這種人喔 能躲多遠就躲多遠 能夠閃多遠就閃多遠 你講我不會騙 這種人就沒救了 他會自爆 因為他 他就是要來 自殺找陪葬的 他要找一個人跟他下去 他不會就對了 很恐怕啊 我跟你說喔 我 我其實也有遇過這種人 但是我看到就知道 我幹這個恐怕 夭壽 是沒辦法用命 又不會見受 幹你 老師 你看喔 趁他不注意的時候我就溜了 就溜了 我講實話我們不能 欸我們是好好的 我們是有 美好的未來 等著我們的人 我們怎麼可能在這邊陪他玩命 不可能 他在那生命 那個人又不會見受 不會見受到消失的 哇那你也算贏了 那種人你也勸不得 你就不要跟他講這種 因為一定 你跟他講什麼他聽不懂 他就要 不要臉到 不要命了啊 對啊那種人你怎麼敢還跟他玩 看到你就怕 我這輩子其實我就是最怕這種人 所以我跟你講喔 我其實也非常怕國民黨 也非常怕共產黨 你看這種 有一些人裡面 國民黨跟共產黨裡面 有一點一種 不要臉又不要命了 這個不要臉又不要命的強了 強喔 玩黑社會的 所以 因為你都好好的人啦 因為你現在聽我 演講的 當然大部分都是好好的人 絕大多數都是好好的人 你說尊重你最黑的人 你也不比這個更黑了 完命的 還要狠 不會的啦 因為最狠的就是這種人 不要臉到完命 算命 但是這種人 非常聰明 他在算別人的命 他在玩別人的命 因為玩別人的命也有機會把自己 賠上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在玩命 這叫做玩命之土 然後玩命之土 你就是在算命的 你有沒有聽過 亡命之土 這就是亡命之土的玩法 他這個不是只有玩黑社會而已 他是黑社會的 極端就是在玩命 人家說一過的 18年後 我又是一條好案 當然這是 極端自己的講完 但是他就是 他就是 你不要自己賠 18年後 你不是也有一個女兒 你知道嗎 這就是叫做玩命的 這種人有沒有有 但是我跟你講這種孩子不多 但是 你只要碰一個 你這輩子也會 麻煩你遇到這種人 你自己還是會 人家說一個小狗 你看這種人 小狗 我告訴你 這都是孝的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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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孝狗 你就要特別注意 你就要特別注意這種人的孝狗 對啊 因為 那是孝狗 這樣算的 真的 我們帝士說的 國共兩黨 無恥 下限 人格 即刻毀滅 你怕 他 完命 他一定會 毀滅 他會毀滅別人 也會毀滅自己 你看那個什麼 ISIS的恐怖組織 那個就是在 完命 那個生命 你都沒看過 他開了 他就 在 那個什麼 美國的雙子星大陸 他也會贏 還有一隻 本來要贏 五角大廈 結果五角大廈 好像 一天也有問題 我 我也不記得 如果本來要弄 國王部 要把它弄 所以我 你說的就是 他們是在 玩命的 他在算命的 然後 第一張 美國及世界 沒有 不好意思 我來看 以聖經來看 人類可以 躲五子 那你竟 五子的下限就是死亡 他馬上就要面對死亡 我們講 我們說一個罪惡的人 我們看 信經裡面 羅馬書的第1章18到32節 他怎麼說呢 我念這個詮詭給你聽 原來 神的憤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前不義的人身上 就是那些不義阻擋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自從照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薇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 卻不當作神榮耀他 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失戀變成虛亡 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稱為聰明 反成了愚准 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 為偶像 彷彿必朽壞的人 和非情走受昆蟲的樣子 所以神任憑他們 他們乘著心裡的情欲 行污秽的事 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體 他們將神的真實變成虛謊 去敬拜 事奉受造之物 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遠 阿們 因此 神任憑他們放棄可羞恥的情欲 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 變成逆性的用處 男人也是如此 氣了女人順性的用處 浴火攻心 彼此贪戀 男和男行可恥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受 這 妄為 這當德的報應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 神 神就任憑他們存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所以我們講到這裡 任何的敗壞都是從不信神開始 無信心 當然 無信心之後 你的罪要很大 但是你信心信料不準 你也是有問題 所以我說一開始 你除了信料到信料以後 存在都不對 所以你會知道什麼是信到真的信 當你了解真的信料以後 存在都價錢 你才是真正的信心 對 你在拜佛像 拜什麼像 拜什麼觀光像 我說 那都不是拜神 那都拜鬼 對於你 人物真正的神 是神 你什麼存在都價 所以我說 對於你 人物真的神 你什麼存在都價 所以你要找到真的神 你只能當他敬拜 主理的上帝 你不能去敬拜 像你去拜什麼都不對 你就趕快拜那順道 那順道就放在你的心來 放在我的心來 放在我們所有人的心來 那就是神 因為神 本來就是神 他放在我們所有人的心來 所以你都要去外面找 就是你的心來而已 他會跟你說話 但是你要聽到 你要聽到最多 現在跟你說什麼話 所以 什麼叫神學 你要讀信經 你等一下信 你跟你說什麼話 你說 你跟我說什麼話的時候 我都聽到 我就聽到 我知道你跟我說什麼意思 就把那個意思 我就要去想 像他現在跟你說什麼 所以我說一個事情 一個人 會變成有創人的人 是信給你 所以你就知道說那個靈 那個神的靈 現在跟你說什麼 所以 你自己的心來 你自己要聽到 那個心來 那個心來 是什麼意思 那個神是對你說的 你要聽到 當然 他神有可能 頭過另外一個人 跟你說 像我今天跟你說的 這樣 你知道意思嗎 他就跟你說 這件事 他讓你去追證 讓你心來 你想到的 跟他在說的 你怎麼說到的 哎呦 這個神要跟你說的 所以神有可能 直接跟你說 也有可能 透過另外一個人 還是透過什麼 意象 他也會跟你講 所以你的靈 神是活的神 是說話的神 他會講話 但是你都聽不懂 什麼原因 因為你叫這個 洗乾的名字 跟你賣掉 叫錢 然後有名利 財色 叫賣掉 你這個人 你叫賣掉的時候 你就聽不懂 你說什麼 所以為什麼 讀一鏡拜祝禮 的聲音 你良心的 為了 你要自己聽 他會跟你託 說這件事 對不對 對 託得跟賣 你放你的心 所以很多屬於是 放你的心 你自己要去問 你自己問一下 這個名字是否對 是否有道理 是真還是假 真的規分 假的規分 你就問你的心 他會跟你說 所以 在這裡你就要看 在這裡你就要看 你只要 不然 真正的神 你去真面目 假的時候 我說你就會變成這樣 他們 既然 故意不認識神 故意不認識神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明明這個神 有的就放你的心 結果你都說沒有 好 神就把你放掉 就讓你去 你知道嗎 是你不要插神的 不是神不要插你 是他一直跟你說話 你都變成烈主 你都不要聽你 良心的話 你都一直在那裡插著 你就讓神跟你說 那不可以做 你就要把他做 你就要把他做下去 你知道嗎 那叫做烈主 什麼叫烈主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為了他自己 良心的人 良心的人 叫做烈主 聶子 那種 聶聶子 他也會 虐待自己 然後也會 虐待他旁邊的人 他整天就是要 虐待別人 不然就是 虐待他自己 所以叫做 聶子 烈主 聶子 他有什麼現象 這些人都 無天良的 做事情都 不要懷疑 這就是聶子 烈主 生了這種 無天良的人 烈主 這叫做聶子 他就變成怎樣 神就任憑 他們存邪癖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裝滿了各各樣不義 邪惡 貪婪 惡毒 滿是妒忌 凶殺 增進 詭詐 毒恨 又是懺悔 背後說人的 怨恨神的 武漫人的 狂傲的 自誇的 捏造 惡事的 違背父母的 然後還有什麼 無知的 被曰的 無親情的 不怜悯人的 他們雖然知道 神判定這些事的人 當 當 就是 當 當死的 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 還喜歡別人去行 你如果去聶子 一直在那 這個人 就是 你讓這很壞的人 就是 無恥 一直都在玩 都在玩一個人的什麼 良知的 我要講 沒有良知的下限 一個人 違反體力的 你會有什麼 他的下限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這個聶經裡面說的 羅馬書上後面 第一章說的 這家都是 不義 邪惡 這家都是 都在玩一個下限的 然後那個 下 然後那個 下限最後就是什麼 就是死 這神經裡面自己說的 他說 他們雖然知道神判定這樣的事 是當 是當死的 是會死的 你生這些下限是會死的 就是說 有沒有這種的 有 羅馬書一定說 有人在生命 在玩這種 底線的人 他在玩命的人 他是無恥到 他已經在玩命 你怎麼算命啊 我怕說的就是要算 我怕說到這個 國民黨跟共產黨他們的黨性就是這種東西 他們是在玩命的 但是我說 共產黨比國民黨還要狠 國民黨他還不會 他 我說 國民黨還不夠狠 你知道嗎 國民黨的狠 是在玩別人的命而已 共產黨比他更狠 共產黨是連自己的命也跟他玩 跟他玩 共產黨是比國民黨還要狠的一個黑幫 一個土匪 所以我說 你覺得國民黨很困惑 共產黨的困惑 跟國民黨更困惑 但是我說這兩個都很困惑 你就離他們遠一點 因為這個人一定自暴 一定自毀 還叫做自暴自棄 然後最後他一定自毀 然後最後你也沒辦法救他一個是死亡 所以我說 美國很夭壽的就是 你說他把一顆 定時炸彈國民黨放在台灣 你覺得 國民黨是一顆 危害台灣未來社會的定時炸彈 你知道 他們現在就是 國民黨跟共產黨過來之後可能會完 可能是完命的 他現在用命 現在要跟你撥 都跟你玩得有的 沒有的 你也記得他們是可能會 他們是真的會完命的 那不是你想這樣 就不是要跟你在那 法律來 那不是都拚閃 農夫也有的 沒有的 所以 那個 那個叫做完下限 都在完命的 這個聖經裡面也有說 整個下限都是在完命啊 他怎麼說呢 他們雖然知道神判定這些事的人當死 不是愛死的 就是說 有的人就是用命 無恥到在完命的 真的是有這種人 這聖經裡面講的 在以前的時候就有這種人 他們在生命的 無恥到在在完命的 然後 完命之土 這說國民黨跟共產黨裡面最鄉的人 就在生命 是在完命的 我們說有沒有案例有 創世紀第十九章的一到十四 就是那個 俄摩朗跟鎖 俄摩朗跟鎖都沒有 那兩個兄 叫上帝 放火 為什麼 那兩個人 那兩個地方的無恥 你知道 無就是 無恥到不要命 所以上帝就把他們全毀 因為你不要命我只好給你全毀 無恥到不要命 你不要命嘛 你很無恥的 你不要做人 只好放火給你收招 他們多無恥了 來 你來看看 我一個跟你說他的 結論 就是說 那個時候 就是 毀滅天使 就是上帝的死者 他要來看這兩個人的生什麼 很罪惡 俄摩朗跟鎖都嘛 是不是 非常的罪惡 然後他來實行審判 但是 一心來找 羅德 因為 羅德是這兩個城 裡面唯一的藝人 就是說 唯一的好人 上帝你給他是 憐憫的 他也是審判 然後他憐憫 羅德 然後他來審判這兩個城 成的人 然後 上帝先來哪裡 先來找羅德 先來找羅德 因為上帝知道羅德是憐憫的 然後他要驗證羅德是不是真的是憐憫的 後來 所以 天使就去找羅德 然後 羅德 招待天使 鎖他們刀 但是 在晚上 俄摩摩拉跟鎖多馬的人 全部都圍在 羅德家他們的 外面 然後他們講一些話 你來看 他說 就是俄摩拉跟鎖多馬人講 他說 俄摩拉跟鎖多馬人他們喊 叫羅德 問他 今晚住在你家裡的那 那些人在哪 把他們帶出來 我們好跟他們睡覺 就是 發生什麼強姦的非法性行為 你說 你把那個你把他交出來 你把他交出來 我要跟他發生性行為 我要把他重甘就對了 你把他交出來 我要強姦他了 這個新貨 我從來沒有強過的 我愛吃炒車 我愛吃新的 你知道嗎 這新來的最好 所以我說 代表那個城 裡面都在玩什麼 都在玩同性戀 你知道嗎 玩婚外型 玩同性戀 玩那些雜交的 算那有的不的 玩到下線就對了 那些你說的那些 全都玩完了 對啦 都在玩下線的就對了 然後 有新貨進來了嘛 我今天要跟他玩 所以那些人都 你知道嗎 全部都放這匹的 都是 全部在搞強姦的 有新貨到 到羅德家裡面住 所以 那些人都為了 說來來來 你把他交出來 我要把他重甘 這個新貨最好 我 我還沒有雞肩過 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不是 男 男跟女的強姦而已 他們是男男在強姦 那叫雞肩 強姦裡面也有重罪了 那個罪也有最重 那是什麼 雞肩 你知道嗎 男男也好 當然啦 所有的那種 強姦都是有罪 但是強姦裡面也有重罪的 你知道嗎 那已經到了 變態的程度 他連懶得也好 老婆也好啊 有空就好啊 有空就60分 敢就給他強了 有空就好啊 我都 整個男人 這兩個人的強姦 工的也好就對了 拖子就比較強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就說無恥到沒有下線 就是連這種事情也幹的 這種你要送給我幹 你們都唯一了 你如果正常人看到這個怎麼會有信譽啊 但是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他們的話 就是對這種 不正常的 他有信譽啊 你如果說我們看到一個漂亮的國人有這種信譽 那個還是正 那還是正常的男人 但是 但是我跟你說 他這個已經不正常到一個 變態的狀況 他連男的都好 是大家都唱的 你有沒有看到所有人都來跟他唯一呢 你把新的火來來來來 這男人還要把中間來來來 那是 那是變態了 變態的極致就是無恥的極致 他已經在玩下線 又是男男的同 男男的什麼 強姦的什麼 性行為 而且我要說他是 集體的輪奸 然後還是 男男的輪奸 哇那有夠胎高的啦 男男的他也好 我只看著我就想要哭了 我只想要哭了 不要說真的去看著 好我看著我真的 我真的也受不了這個人 所以 你如果這種是受不了的人 那就是很正常 因為那代表 你還有一點人性 你還有神的光輝在你的心裡 所以你看到你只想要哭了 男男的強姦 男男的強姦 男男的跟男男的 強姦戲嘛 男男的跟男男的 那不是我們看的那個A片情節 因為我們一般看A片是男的跟女的比較多 但是他這是男男的強姦 那個是你知道最弱的已經在玩下線了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再來就是玩命 這個還是強姦 然後還是 積極的輪姦 然後是男男的 這次我說的是 違反體你跟一個 他是非常嚴重的重罪 你把想到太高的 這敢是男的 這敢是男的 當然他就在玩命了 那這個最無恥的 下 就是這種狀況 上帝的死者天使 真的看到 然後他決意要嚇什麼 要把這兩個成人全部都被封掉 所以他叫羅德你趕走 羅德你趕快跑 你整家人快跑 因為你是這個城唯一的藝人 媽的先跑 我要把這整個城全部毀滅掉 所以你會怕 玩什麼無恥的下線在玩命 最後就是滅亡 這個俄摩拉跟索多瑪都在玩什麼 玩一個人類無恥下線就是滅亡 他們在算這個 他們在算命 玩無恥 玩不要命 我今天講的是說人可以多無恥 你會怕 共產黨是無神論的 所以他們有沒有可能玩這種 玩這種 所謂無恥的下線在玩命的 有可能 所以我今天要講 講這個 一個人無恥 然後又在玩命 他長得什麼樣子 所以你要防他一手 防他玩最黑的 最爛 你知道 這種藍藍的強姦可以玩 所以你說中共他們會不會玩病毒 他們在玩病毒 那個跟這種藍藍在強姦一樣 他們是 違反人性 他們不要當人類的 對啦 他們在玩這種最陰最暗最狠 然後在玩命 你不要覺得不可能是因為你 你正常人 所以你不會去 想到人要怎麼做 你會記得 我們人類的建議都把我們人拱得抹抹抹抹 然後外面又一堆不可能抓到 你會記得 很多人是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 只是很多還沒有被抓進去而已 很多還沒有被抓進去而已 很多還沒有抓進去 抓進去 普遍最多都抓到嚴重 又很多都抓進去 所以 法論就跟我們說一件事 證明人 人類是有罪 你會想 你現在很多同類都抓進去監獄 你看我們現在台灣的監獄 二十萬人拱抹抹 拱得不夠 還有很多都沒抓進去 我跟你講 所以你會給 玩下限制在玩命 然後我們來看 那個什麼 我們來看摩西十戒 那一個人 什麼叫做犯罪 這個也寫在我們心 裡面的 那很簡單 那那 犯罪有幾樣的 你殺人 奸淫 偷盜 做假見證 然後貪 貪心和羨慕 殺人 奸淫 偷盜 做假見證 貪心和羨慕 這都是完全 你會 犯這一些罪的人的下限就是死亡 那就是玩命 我告訴你 殺人 奸淫 偷盜 虛謊 貪心羨慕 有人做到極致 就是在玩命 有這種人 那 既然有這種人 從以前就有 那現在有沒有 當然有 那當然這種人在我們現在是社會不多啦 但是我告訴你 只要有一些 就會造成非常到 可怕的傷 你看這件的 武漢病毒就好了 一輩人這樣 你看整個都嚴不住 所以他們這是在玩命的事 他在算命 他在算百人的命 你會記得 他在玩別人命 就這樣子 那這一些事情 那這一些事情只有像國民黨跟共 共產黨他們做得到 我說一個國民黨他有沒有做過 有 以前我們日本的 台日本帝國的 風軍打到河南的時候 結果 蔣介石為了把 我們的 我們的 黃軍 就是 算說 阻礙在 黃河以北的地方 你知道他怎麼做的 他把那個 花圓口的那個大壩把它炸掉 讓夏油的那個水 整個都 含到整個河南都死了 結果河南你知道 整個都含掉了 結果河南有 三百多元的災命 人家說 惡浮片的 整個都死了 那裡有水 像當中 有水陰的死了三百萬 那村的又要死了 整個河南你知道 一半的河南的人 我說全部都變難民 其中有三百萬死掉 當中就死了 那村的又要死了 所以 那個時候 華北你知道 都變成 重災區 這個變重災區 你知道什麼人去救的嗎 日本的黃軍 所以日本的黃軍 實際上進中國 是在救災的 那個不是什麼 對日抗戰 不是 是日本在救災 因為國民黨跟共產黨 一樣的爛都在破壞 中國人民的生命 所以 日本因為 都是在救災的 我講實在話 給日本人管 比 國民黨跟共產黨來管 好太多了 日本人是比較嚴格而已 他是嫁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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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是土匪,國民黨跟共產黨是討厭日本的黃軍 是不是看完呢? 因為黃軍是正義之師 人家是要去救災,救災 你看,中國人最多是國民黨和共產黨 對,這就是日本台很少 日本上,中國實際上台都是土匪,國民黨和共產黨 他沒有對中國人品屠殺,沒有啊 但是我要說,屠殺中國人品 現在你這名什麼人最多? 國民黨和共產黨屠殺中國人品最多的 我跟他說一個,國民黨有台中國人嗎? 有,黃河口那個什麼? 花園口被扁掉 或河南屠殺百萬 出的又要死,不要再爭 那屠殺幾百萬,只有那種就好了 那國民黨自己搞的 那共產黨有沒有殺中國人?有 你知道嗎?那個什麼大躍進 那個文革大家都知道 你只有那屠殺五、六千萬 所以我要說,共產黨跟國民黨都很的狠 但是共產黨更狠 所以我要說 人類裡面最殘決人寰的地方 跟共產黨那種人想的出來 跟國民黨那種人想的出來 你看國民黨他也把他自己的大壩炸掉啊 然後把自己大壩都炸了 都誘賴,啊那個是日本炸的啦 那是不是日本炸的啦 是誰炸的?國民黨自己炸的啦 無恥 你知道嗎?栽贈架禍就是這樣 等一下我去說,國民黨多無恥就好了 我說國民黨跟共產黨都一樣 都是一樣無恥 他都在擺盤叫都在生命的 那叫亡命之徒啦 所以你用正常人的打架 你都想不到國民黨都在弄你想的 照我這樣想就對了 你會記得那個兩個黨 你就照我的想法去想他們 全部都對 都在玩那個最爛的 所以齁,這兩個黨真的是齁 我看要帶來再消滅一次 所以我跟你講齁 國民黨他就是納 他就是納粹啦 共產黨一樣他也是納粹 其實都跟納粹一樣 都在玩人民的命的 算命,算百人的命 對啦 對啦 實際上 國民黨共產黨就是納粹黨 一樣都玩命的 好 我們來講齁 中國國民黨在日本台灣的無恥下限 來 我舉一些例子 他們多無恥就好 來 這個中國國民黨的無恥下限 以下是中國國民黨說的 這台中中國國民黨對我們台灣人說 你來聽我說的是沒有道理 你來看齁 第一個台灣 台灣光復節 當時在1945年的時候台灣屬於日本 台灣被國民黨強到霸佔 我們那時候台灣有一個台灣總 總督府 叫什麼人霸佔 那個總統府現在什麼人在討論 中華民國在討論 現在中華民國總統在討論 我們以前的大日本帝國 台灣總督 那就是霸佔 你知道嗎 那就是霸佔 所以他應該是什麼 強盜 霸佔 我說這都沒有法律 沒有法律的喔 中華民國在 他在台灣今天都是沒有法律的喔 他沒有法律的 他在舊金山條約 他也沒有簽喔 你要記得喔 舊金山條約 中華民國也沒有簽喔 所以他是非法霸佔台灣的喔 所以中華民國也不是佔領軍啊 中華民國也不是降領軍啊 那按照舊金山條約 中華民國一點一滴都不可以留在台灣上面 那你美國為什麼把中華民國留在台灣霸佔我們台灣 所以美國自己本身違法呢 照舊金山條約來看 你中華民國也不是舊金山條約什麼人 你為什麼要留在台灣 你還不滾回去你的祖國 對不對 中國大陸你要回去啊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國民黨是不是霸佔台灣 沒有錯 他就是霸佔台灣 那扶佔台灣 他都說這叫做台灣光復節 你看有嘲笑喔 他不是很霸佔的 對吧 那這不是霸佔 他偶要跟你說霸佔的啊 對啊 把我們台灣的商事 當喜事辦 他說這叫做光復 幹你娘我看那裡面的淪陷日 什麼光復節 那是台灣的淪陷日 你知道嗎 那不是光復節 那是淪陷日 我們台灣變做什麼 淪陷區 叫國民黨把我們淪陷掉 是國民黨你怎麼領台灣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那什麼是光復節 那是淪陷節 你知道的意思嗎 淪陷日 什麼光復節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他不是把黑的說成白的 那把白說成黑的 這塊本來是台灣的淪陷 你如果說台灣淪陷日 我就沒話說 因為這是我的 台灣淪陷給國民黨 叫他給我們共獎 我還沒話說 這是真的 其實這個名字 比較沒那麼漂亮 但是 他又怎麼樣 他又不要覺得 讓 這個很難聽 他又改了一個名字 喔 叫做光復節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那個不是光復節 那個是淪陷日 所以他怎麼給我們騙呢 你知道嗎 所以國民黨是詐騙基本 這都還要洗掉 喔 還有國民黨保護台灣 喔 這把這很好笑的 當時國民黨被追到 沒命跑 流亡到台灣 是一群殘兵敗將 被美軍收留在佔領地台灣 中華民國國民黨是 能夠如何保護台灣 你連自己的中國大陸都沒有辦法保護了 你說你要保護台灣 你幹飛車 你跟他說 美國就好了 如果說他整個美國被德國給佔領 那美國政府連他自己的美國都沒辦法保護了 說他流亡到台灣 然後一個流亡的美國政府說他要保護台灣 就是 你連你整個美國都淪陷了 然後你還要保護我們台灣 笑死了 你一個中國國民黨你整個中國大陸都丟了 幹你你還要保護我們台灣 要說一些嚴肅的 說我聽到他們要笑 所以國民黨是保護台灣的嗎 保護到流亡 笑死 我聽到就笑 我每天看到這我就要笑 國民黨要保護台灣 那是要保護的 你連你中國都沒辦法保護了 你說你要保護台灣 見到鬼 對啊 所以中國大陸那邊是中華民國淪陷區 我們這邊 台灣這邊是什麼 中華民國霸戰區 他在霸獎 他自己的土地他沒有辦法自己回去 所以他叫做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在台灣叫做流亡 他流亡 對啦 這種 他自己的土地全都丟了了 然後他要保護我們台灣 你要省嗎 人家說一句話 人家說 這牌 風景好像你看風水 對不對 你自己自身難保 你自己的土地都拼了了了 結果你說你要保護我們 日本的台灣 就是你好意思 你好意思保護台灣 你是憑什麼可以保護我們 你連自己的土地都拼了了 自己都不能保護你自己的 你還要去保護別人 你只說你自己都吃不飽 你說啊 我要給你一家幸福 說一些消威 你自己吃到吃不飽 我要給你幸福 我聽了這句話我怕 聽了我也怕死 你自己就吃不飽 你說我要給你幸福 我這款話也說出來 這就是國民黨說的 他說國民黨要保護台灣 那不是很好笑的 這不是白菜話嗎 這就是白菜話 然後還有 第三人說的 如果沒有蔣介石的國民黨的金門 古寧頭戰力捍衛台灣 台灣就被共匪強戰了 他說大家說古寧頭戰力 我毫無存奪英勇 啊 那不是我喔 台灣早就拼了他 說一些幹火車的 教你幹火車的位 保護金門 古寧頭的是什麼 日本的什麼 白團 那個團長就是根本 沒有將軍跟我們台灣的六萬黃軍 六萬黃軍 六萬黃軍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候 國民黨的兵子不會坐 根本沒有 他趕快調我們台灣的兵子來 因為台灣以前的兵子 都是都是黃軍 那個時候 有二十萬的黃軍 留在台灣 要跟美國決議實戰 他把那些軍隊都 挑去古寧頭 把他盜古 不然古寧頭才有拼 金門才有丟掉 連中華民國最後一塊土地 他也扔了 他也沒有了 金門跟馬族也淋陷了 那中華民國徹徹底底留完 所以 把金門跟馬祖 中華民國 這個什麼 最後一片土地 拼了什麼 日本的將軍根本沒有 跟我們台灣的六萬黃 黃軍去替他們中國人 國民黨不懂 國民黨那些 殘兵敗將給他聽到 國民黨而已 叫做都閃出來 走路就沒有名 說那是那個 走路就沒有了 說要保護台灣 說要古寧頭戰議 說一些幹火車的話 我聽到我就笑 我說那種部隊怎麼可能 可能會保護 各位古寧頭大姐 結果我查查 靠腰 說我們如果 背後的將軍是 日本的將軍根本沒有 跟我們 風軍去哪裡 我就知道 這樣有可能 因為是他們 黃軍的戰鬥力很強 所以我跟你說 金門的古寧頭大姐 什麼人打的 日本的風軍打的 國民黨 我是說國民黨 哪有可能的大姐 哪有可能的 說古寧頭戰議 我查查的 我在懷疑 根本沒有 這樣對 這樣是真的有可能 國民黨 是打 是打不過共產黨 一開始聽到 共產黨的 人就想 那就是要走路 對啦 國民黨怎麼可能 可能可能 可能那個 那些管理都 我怕得到 打得到 共產黨 就閉下去了 說要保護台灣 哪 就是這種 死不見殺 的 他也說得出來 我告訴你 今天是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在保護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民國 在保護我們 大日本帝國台灣 那是電動病的 實際上 你如果中華民國 跟這次 300萬的難民 你如果沒有 我們大人保護 幹你走到死了 你死一百件 你就不夠了 說到一些消費 你 國民黨的 三百萬的中國難民 你今天有感謝過 我們台灣人一生 你有跟我說 我很感謝你大人保護 沒有 還在把我們吞打 我去幹你命 不吃小孩 吃的 天地電動病就是這樣 這條小外人會討論 你知道嗎 要說白的 我不會 黑的變成白 白的變成黑 我不是那種 黑的因為我都黑的白就是白 我講的是實話 國民黨那種爛部隊 可以保護台灣 不可能的感覺 跟他講的 放戰鬥而已 他就閉下去了 說要保護台灣 笑話 他就說他要反攻大陸解救大陸補難同胞 如果國民黨能反攻 如果國民黨真的都反攻 他在華北的時候 在北京的時候 他就要把共產黨和所有的部隊打 結果他華北戰也輸去 華北戰就是他對 你知道嗎 那個北京的保衛戰跟這個什麼 懷海戰異 他們兩個都沒想 整個國民黨的部隊 好像聽到共產黨的部隊來 整個都走路 整個都一絲一絲的投降 這樣他用反攻 他如果要反攻他就 華北戰異就反攻了 好 還有第二支的機會 就是渡江戰 那時候就是 共產黨的部隊要渡過 長江的時候 他要說男孩的時候 你也要反攻啊 你現在國民黨還有兩百萬的部隊 你也有機會反攻啊 結果你也是不動啊 你也是整個都翻去啊 你自己想一個問題 你國民黨有四百萬部隊的時候 你都沒辦法反攻 你都來台灣村 差不多三十萬的部隊 你都要反攻 你要說那些幹活的 四百萬你就沒辦法反攻了 現在你村 三十萬的殘兵敗將 你要反攻 說那些消費用笑而已 對啊 你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普難同胞 你如果說真的有辦法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普難同胞 你今天不會留在台灣 你現在北京還是 換你國民黨你坐 你就不會換共產黨的 習近平在那裡坐 說一些幹活的話 所以說他要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普難 不要說一些 衰弱笑好不好 對啊 你連自己就吃不吃了 你說喔 我要讓你全家鄉幸福 說一些消費嘛 啊第五個 國民黨難民屬的 台灣十大建設經濟齊齊 我也覺得很奇怪 國民黨那種難民部隊 他會有十大建設跟經濟齊齊 結果我說一起來 我跟他炒也很好笑 我跟他炒就知道 那個十大建設是 日本的藍圖 是日本人為好的 說那個什麼 那個價位好的 還是那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全都中斷 我們的中油的 練流場 你知道嗎 我們中油就是十大建設 那個裡面十大建設裡面 最大一個就是中油 那個中油 以前是日本的 好像第二燃料廠 下去翻 但是他本來 本來他就要做一個練流場 所以那個 藍圖就是那個 設計度和基礎在哪裡 對 都從日本時代來的 人家本來 人家本來就要在台灣造一個練流場 就是我們現在的中油 其實那是日本的價位 你說包括我們環島的鐵路網 那是日本時代早上要做 這是因為 電燃圈整個都被它中斷掉 後來這個設計度和 哪裏日本人這樣交國民黨下去做 你知道他說 我就回來做了 因為究竟我們提供日本國 不要來插大人就是 日本國說這樣好 不然我今天 我不用插大人 去國民黨給我 日本國做 所以這把這個設計度 整個都交給國民黨 還有日本國來的 祭司 說那些工人士 幫國民黨做這個設計 叫十大建設 所以這個 這個十大建設 什麼人做的 日本人跟美國做 當然是美國做支援的人 他說你把以前台灣的建設 日本國都拿出來 我現在台灣要把它翻掉 要把這些基礎設施做一個改革 這裡有那個十大建設 所以十大建設 實際上是什麼人做的 是美國跟日本做的 不過查到說 原來都是日本跟美國 因為在做十大建設的時候 他也說這樣要給台灣的經濟更好的 所以 他那時候才有美元 那美元就是說 你比如說 王英銀就好 他就得到美元 就給他一百萬的資金 就給他 所以 像王友慶他就拿到美元 他就辦什麼 辦南亞 跟台塑 台塑專門做PVCA 做這個什麼 做 那個石油的加工 做PVCA的粉 PVCA的粉 才交給南亞去做塑膠 這裡有我們知道 一開始做什麼 玩具 做 褲子 做 雨鞋 做 帽子 做那些東西塑膠 做這個南亞的塑膠 現在我們看到塑膠 南亞的塑膠板 那就是PVC PVC的粉 粉 為佐 塑膠 那個就知道很有名 所以 以前你說這個石炸建設 什麼人 什麼人會期待 不好意思 日本跟美國 尤其是美國 因為他後面要加一個美元 然後 美國又對我們台灣很好 他說 你現在做做的東西 料理了 這樣 整個都收來我們美國 我開放我的事 你如果做多少 我都給你買 你知道嗎 欸 你生產多少量 我美國都給你銷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包賺錢的 所以台灣為什麼有 十大建設 跟經濟起飛 經濟起飛 我還要說 那都是美國的本房 你不要說一些消費 在背後 歷史上很清楚 絕對不是你國民黨的說 你國民黨 你只出一支水而已 設計度 不是你的 技術 不是你的 市場 不是你的 美人也不是你的 你說你要經濟起飛 什麼經濟起飛 說一些消費 這些背後 都是日本跟美國的幫忙 這是很清楚的 這是內行的 都知道 所以你看 國民黨就是這樣 歐的工作背後 全部都在做背後 你看 國民黨都國民黨 白的都扮人 就對了 都不是你做的 你知道喔 那好的都被收割 很不堅守 所以國民黨是 都在打到背後 是不堅守 這個很不要臉 就是這一些 就是國民黨幹的 那邊 那邊無路營的人 他都說什麼 日本 南京大屠殺 事實上 中國 國民黨叫你台灣大屠殺 他 國民黨在台灣 台南 台灣的三萬的精英 都托台後 台南的抓到都台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台灣的 這麼大的利率 在日本時代 那裡 整個都翻了 他把你種族大屠殺 把你台灣人的精英 你知道嗎 以前有些 帶我們一些 帶我們一些 台下的都打到台 因為都帶什麼 帶高知識分子 帶那些什麼 帶老師 帶醫生 帶那些律師 帶我們台灣的高雅公務員 有些說 一些特色特大 全部都是帶那些 有些什麼 他要讓你整個台灣知識斷層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們台灣這些 上班這些 立書 法律 這些全部都把你招掉 台海的高雄也都台 那是台灣的大屠殺 他都不敢說 對啊 都用一個什麼理由 把你拖去拖就對了 不然怎麼 就用盡備總司 政府把你拖掉 那叫做大屠殺 那是有 那是有計畫的 那是無差別殺人 就看你台下不要 就要跟你拖 因為你知道太多了 他要把你滅主 那要怎麼滅主 把你的思想 把你的記憶 全部都把你抹滅掉 就是滅主 所以我們現在變成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這樣 我們就叫種族大屠殺鬼 叫什麼人給我們大屠殺 中華民國國民黨 給你種族大屠殺鬼 所以我們變成中華民國台灣就是這樣 所以你如果說到中華民國台灣 你如果真正知道這個歷屬的人 你說的是 你是要練馬賽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美國真的是非常可惡 他放國民黨在台灣 把我們台灣整個都捏殺 種族大屠殺 所以美國在台灣是犯重罪 你知道嗎 重罪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今天不得好死就是這樣 不得好死 你在台灣應該要跟他做這樣 所以美國有多嗎 有多嗎 當然有多嗎 所以他只有自己去照 自己才有抗滅 所以你如果知道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跟這個抗滅 你就知道這個背後 很背景的事情 這是要大審判的 我說是在外 這些事情 這些都沒用 台灣三百千金都把你抬抬著 你台灣所有記憶全部都不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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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個台灣 你在執入中華民國的記憶 幹你娘 你在中華民國國共內戰 跟我們大陸什麼關的 你要反攻大陸 你要解救大陸 求我們的同胞 你怎麼不做 你都叫我們大陸去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 跟我們大陸什麼關的 這個意思嗎 你就不會用自己的 我們如果真的反攻大陸成功 你什麼人叫我們國民黨的 不會減少 是不要臉 就這樣子 所以說國民黨這個人很可憐 非常的可恨 又可惡 又該死 該死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是要用 美國自己要來軍事審判的 這是煩惱罪 你現在台灣人都天天 你知道嗎 都不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很嚴重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的嚴重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犯了一個什麼 種族大屠殺的重罪 這美國自己要來生活 反應要處理台灣問題跟中國問題 那國民黨在今天搞成這樣子 然後共產黨又這麼大尾 是誰搞的 美國自己搞的 所以他都自己要來處理這個問題 他要負一百倍的代價 這樣處理這個問題才會好 所以你看看 你喔 美國對罪犯的重罪 就會變成你自己本身的麻煩 所以我覺得 美國那些戰略這樣都是爹賽 他把爹賽 對台灣問題跟中國問題 真的是爹賽 裝大便 你在社會的時候就要把它弱掉 你把它變成這麼大尾 排除你後來整個 你現在美國整個 整個都什麼 人生到三個月 這樣 啊什麼人做的 美國做的 你幫國民黨跟共產黨在這麼大會 這危害齁 這些人靈 你後來你美國 你最好買我 你這人你也照顧 所以說 美國你處理台灣問題 跟中國問題是玩得很爛 現在很爛 到爛掉了 我改天再來講 美國到底犯了什麼罪 你都不知道 美國在台灣問題跟中國問題 日本問題在哪裡犯重罪 我改天再來談 你不要以為美國沒有罪 我跟你講 叫性經的說話 世人都犯了罪 一個藝人也沒有 我跟你講一行一行跟你撩出來 上 上帝是很可怕的 你不要說 你看這些罪 我沒有看到 就沒有了 罪還是存在的 你知道嗎 即使你們 各所的人 你們都叫做肉 你們都不知道 實際上的問題的 跟節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當然跟節點非常多 美國他也要負責任 美國他也要負責任 他主要還要負責任 因為我們這就是 戰友都沒有處理好的 那都是什麼 都是法律跟人權的問題 那美國一直都要用一套在騙 這名字用騙的 我說你不能跟魔鬼打氣 你不能說妓去處理這些問題 結果你後面燒到美國自己 現在整個這些災難都燒到美國 現在美國變成重災區 原來的溫力重災區 那個也沒有意外 那是上帝的審判 你喔 美國都在台灣 你在台灣才讓國民黨和共產黨 你都在做價 都做到這麼大塊 後面後面這大塊都燒到美國 一百塊 你會記得 你美國在台灣跟中國拿了 既得利益的一百倍是你美國要投出來 很可怕 這叫做最上帝主管 很可怕 你如果說到主管這些名字 非常可怕 你說上帝這些名字 你美國是對上帝就做 你現在跟上帝做交易 你是跟上帝在做交易 還是跟魔鬼 你美國為什麼拿一套假的東西 在騙台灣 在騙日本 在騙中國 在騙全世界 你美國自己也搞得那麼爛啊 對嗎 跟這台灣不跟國不成國 家不成家 你中國也一樣啊 都你 都你美國它停的啊 國民黨 國民黨跟 共產黨今天那麼大 還是美國政府培植的呢 真害 所以人家就講 美國在養恐怖組織 其實也沒有錯 你為什麼都在 支持那些黨 你會動 你會垃圾動 你說兵拉燈 兵拉燈什麼人支持的 你以前美國支持的啊 你以前美國就是支持兵拉燈啊 要把兵拉燈養大胃 再變成你的什麼 變成你的人 一樣的啊 你把國民黨 共產黨養到這麼大的大胃 後面又變你美國人 你何苦呢 你何苦去養這種黨 對不對 後面你怕美國 怕這麼多問題 是你自己美國自己做的 你都去養那裡 有的沒有的 都去養那些小鬼 那些小鬼 人家說會請神容易 送神來 你跟魔鬼做交易料 要這樣一趴 我都收回去美國 你看現在 重災去哪裡美國 你要問你美國 你就幹了什麼 這個也不是我們的作為啊 是你自己做的啊 你看台灣今天的國不成國 家不成家是誰弄的 還不是你美國跟國民黨弄的 美國跟蔣介石合謀弄的 那是不是都創一刀 那現在是不是共心伴 那上帝有沒有冤枉你們 沒有 我們說 中共的什麼 無恥下限行為 國民黨我們說了 國民黨非常的下山爛 就是我說 共產黨同樣下山爛 而且跟你玩命 共產黨我講比國民黨更狠 這個人說的無恥下線 人格破產 即刻毀滅 我說 這你說什麼 共產黨 現在他們做什麼行為 你知道嗎 現在最近全部你都會看到 他怎麼知道 第二 喪事當喜事辦的 偷天換日 這件的武漢疫情 很嚴重 他們本來一次說 我中國抗疫成功 死作俑者 這個全部都是美國做的 你看不然美國今天怎麼變成 種 種災區 我中國好了 我中國沒有事啊 種災區是你美國 是你美國傳的啦 是你美國傳到全世界了 我跟你說 做菜的話抓菜了 把你倒架 把你碰子 現在我中國要向美國索賠 我跟你說 還跟西北建造就做得出來 你相信我 我太了解他們了 你知道嗎 我是有喪事當喜的伴了 再來後來 本來我是鄉手 現在換你變鄉手 以前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 叫國民黨欺負的 就是這樣啊 對啊 現在換你了 現在換你美國了 我跟你說 現在就是什麼 喪事當喜事伴了 偷天換日 我中國抗疫成功了 死作俑者都是你美國 你看你有 你死了二十幾萬人 死了多少人 那不是從你美國出來的嗎 我都糊掉了 知道嗎 現在換中國要向美國索賠 我跟你說 真的啊 我們要跟你說 你看 我們照 助理的統計啊 你美國死這麼多人 那不是從你美國開始傳的嗎 你從美國傳到我中國 是我中國向你美國索賠啦 你要向我索賠喔 你去甘火車啦 甘你娘咧 你不要把你拔好射回來啦 這叫無恥沒有下線的啦 跟你倒架 我跟你說 你還有這種人嗎 有 你如果有架過一件你就知道 我現在就用這招給你摸 我看你要怎麼樣 來啊 你不要等你了 你不要卡住幾個等你 來啊 就是這樣啊 現在你不要把你拔好 對啊 這叫做三四張喜事辦的偷顛翻子 再來第二個說 毀式滅姬死無對證 我以前做的這些 整個都 我跟台人都帶來的 知道的都帶 毀式滅姬都淹掉沒有了 你沒有證明 你那個美國不是要守法嗎 你要有證據啊 你有證據啊 沒有啊 唯一的證據是你美國死的人 比我中國還要多啦 反正我不管嗎 你不是愛數字 對不對 你不是愛證據 你不是愛法律 很好啊 數字 所有的數是在美國最壯 你不要政府你沒有了 你說我做的沒有了 對啊 所以你現在換中國要向美國鎖賠啊 是你美國放的啊 對啊 我還要幫你賭家就是這樣啊 再來做一個寒抓一個乾坤大挪椅早替最多的 我說這樣 對 我說很死不死了 再來 我要說啦 我說這是拔草的 拔黑社會 對啦 這沒什麼主意我講的 你看我們台灣人去國民黨去美國都不說話啊 幹你娘 這沒主意我講的 現在你也沒主意了啦 你這樣提交電腦病啊 幹你娘 你要拔黑 你要拔草 就是這樣啊 幹你要黑的來啊 就跟你算就對了 所以我說 跟我說 阿強人說的齁 你這樣散台 美國跟國民黨這樣散台灣 幹我們現在找一個人幫你報告 共產黨也這樣散美國 幹你娘呢 基本就你比較嚴重嘛 現在大家看所謂是不是 美國變種債區 阿現在阿強就說了 他就甘了 幹你娘呢 基本就是你 美國剩下我們中國的嘛 換我中國要向你美國索賠 我跟你說 欸 不然你要怎樣 不然你要怎樣 你要法律嘛 你要證據嘛 你要數字嘛 好啊 你美國是重災區了啊 對啊 敵死不從啊 不然你要怎樣 再來使租不怕開水燙 敵死不認 你跟我說的事 你們就不會 我特地不會認我 這個事 文章個人做 我要特地說你美國做 不然你拿政府出來 你美國不很愛政府的 你不很愛法律的 聽好嘛 讓你膽膽去炒 你炒10年你也炒不啦 不然你是要怎樣 你不在擲炒的 擲藝的啦 擲黑社會啦 幹咧 什麼法律 法律對黑社會哪有好 幹你娘呢 對不對 讓黑社會就不用做了 全世界最大的一條流氓叫共產黨 不然你要怎麼跟他玩 他是整個國家在玩黑社會呢 你擲黑的 擲黑的 擲暗的 擲炒的 擲死的呢 你我就跟他玩 啊 你十條名你也不才就跟他玩啦 我跟你講 再來一條路走到那個 你就 我講一次也是黃 我講一次也是黃 我講一萬次我還是黃 反正你不要說一件也是白菜會 說一百件也是啦 我沒差 使主不怕 你不要不怕啦 白菜會是怎樣 你就是要說白菜啦 不然你要怎樣 你要奈何的了我 你知道意思嗎 後來玩黑社會 把自己玩爛 後來自虐自殘 自己的人民 輸出災難 下荒什麼 國際社會 再來我跟他講一次 他擲黑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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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第二次疫情大爆發 幹你娘的 是你美國傳給我的 你知道意思嗎 我跟他講 中共第二次因中國的大爆發 這件他就把死加鬥加 都是從美國再傳過來的 所以川普總統那個時候做了一個防火牆 你中國跟我美國公民都不可以去中國 你都不能把他進去就對了 因為這他直接把他倒閉 所以川普總統現在人家騙了 跟中國全部全面封鎖 所有的美國人一概不可以給我去中國 你如果把他起 你不要回來 不要回來 就這樣子 這個才是對的 因為他要把他倒閉啦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現在是在擲鞋子 擲鞋子 擲鞋子 娘要擲死的啦 幹你要跟你配的啦 老婆你知道嗎 現在是用老婆跟你玩啦 你會記的 你知道嗎 切都沒效啊 什麼法律都沒效 現在不要跟你玩的啦 幹你娘現在擲鞋子 擲鞋子 你聽到嗎 擲死的賤賤 擲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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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玩命的啦 不然你跟你說什麼法律啦 知不知道意思嗎 以前我們台灣人是怎麼說明義的就是這樣啦 他沒有跟你說什麼法律 你要擲這些就對了啦 擲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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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跟妳玩命 跟妳同歸於正 人海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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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做文書的也會跟你配就對了 我人桌 我會貼死你還沒貼 你就怕了你就拿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你說像說 美國怕不怕這個怕 他在越南戰爭就叫阿強這樣擲 阿強在外南的時候 就這樣跟美國算了 你不就沒命跟你配 跟你換 跟你在那裡拖 我跟你說 我看你美國如何擲 那個越南戰爭的時候 美國就叫 中共這樣算了 他就在台邊擲黑擲草 就對了擲死的就對了 跟他這樣擲就對了 你怎麼說的這個 史殘爛打 那個人 美國人比較愛死命 阿強他們都不愛死命 阿強在越南戰場 差不多四五十萬 就這樣跟他在那裡算 跟他在那裡擲黑擲草 還在那些什麼 寒戰也一樣 用人海戰書 這樣跟他算 齁 你去看韓戰到越戰 你去看美國怎麼叫 阿強還算就好了 他們都是把這個黑擲 對 你要跟你換命 跟你同歸於盡 跟你換就對了 對啦 中國老子有的是本錢 你不要有的是人 幹你療師咧 怕什麼 你就搬上去 拿別人的名字去算 就是這樣 齁 再來就有什麼 藍金黃 資訊收買 齁 跟性收買 啊 還算很高等 還算很高雄 他用什麼 藍金黃 你知道嗎 就是用 資訊啦 把你這裡 黑的工作白的 跟這資訊讚 啊 跟你用收買的 跟譚德賽 就一定用買的 WHO就買他就好了 他不買 WHO本身 他買個人 他買那個主席叫 欸 我錢金跟後鞋 我給你一千萬 你以後這間 你這輩子 衣食無醜 我還有另外一間 我還有後鞋 啊 當然他從第三地給你 那叫做 錢金跟後鞋 還有性的收買 你要米露嗎 你要幾個 你說 你晚上就到你家服務了 那就是這樣 那叫性收買 還算很高雄的喔 啊現在國共兩黨 現在要玩的是 國下線 就是我現在說的 這個 就要跟你算命啊 玩下線 你知道嗎 不要命跟你玩了啦 你看韓戰跟月戰 我怎麼跟你算就好了 看你米國怎麼死就好了 對啊 跟你玩命的 就這樣子 現在要跟你算命啊 你知道嗎 我現在說的 不要跟你算 就要發入了 發入是高雄的人 他在做的 但是我現在說的是這個 沒有下線的人 他其實他是怎麼 他管理什麼法律 現在你拔黑 拔草 拔黑 就拔黑社會 我告訴你 一件事 所以我說一件事 你米國 我本身的不公不義就是 把國民黨和共産黨都 刺到這麼大 你就要抓兩尾堂 自己 拔自己的腳蹭 就是這樣啊 我說美國這實在 亂七八糟 所以 美國國會現在 自己也在慘 說美國犯的重罪 沒有錯啦 你真的是犯的重罪 你老爸你快要來改罰 不然你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 你的一百倍 後來要怎樣 回到你美國 所以我說的 你跟國民黨跟共産黨 合作 你美國拔到什麼 有啦 拔到武漢病毒 再來人要幫你拔草 都是你美國輸出的 不然你要怎麼樣 來啊 現在我看是要拔黑拔草的 要幫你拔草 要幫你拔草 現在中國要幫你拔草 我幫你拔草 啊 我拔草的人 拔草 中國人齁 你們 美國人不了解 我們台灣人很了解 他就是要這樣拔草的人 他能夠玩的下線就是這一些 啊 這我們台灣人以前都太過了 可有這麼國民黨在幹部 幹你娘 不然你如果做一個台灣人 你真的知道你的幹事對不對 對啊 啊 你這樣拔國民黨給我求 現在換共產黨你求 美國這樣剛好 應該啦 對啊 再來 國共 兩黨 無辭 下線再來 人格破產 極克毀滅 但是我跟你說 你拔草的 跟草的 跟 都毀滅 你為什麼要這樣 你的事我跟你說 你的參事 齁 你看 我 我們上次就講過這些東西 你看 國民黨的 那是天目 美國 這個什麼 美 什麼 美帝走果 國民黨 蔣介石 這什麼人疵 美國疵 美國疵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共產黨的毛澤東 這個也一樣 共產黨今天這麼大 那位是什麽人家幫忙的,美国幫忙 幫忙的,就是一個中國政策跟三個公報 說我們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合法的中國政府 我也沒辦法,這比你美國說的,我只要照這樣 這個也不是我能逆轉 反正不關著我就走 我跟你說,中國人的政府可能要重做 國民黨跟共產黨的中國政府都不行 他們那兩個黨都不行 可能要重新再組,可能從香港那邊組會比較好 因爲香港的水準比較高,香港的秩序比較高 所以以香港人做班底,然後再找中國那些給到好的人民 然後到中國政府可能會加費 中國要重生啦 我們新的中國政府應該從港澳那邊 從香港那邊跟香港那邊找 以那邊做班底 然後再找中國那些海外的人士再回去 要找一些比較容易 不要都一些,中國人都一些詐騙集團 都 都全部要去撈錢,可能要特別去找 最好是找沒有 黨國背景 最好是平民 對,找到單純的回去 這樣中國真有錢 不然中國的政府都用 國民黨跟共產黨的消費主 你看那都是妖孽 都危害中國人民 所以 國民黨跟共產黨最後都會消失在歷史的風流裡面 這一定毀滅啦 因為都在玩下線 你在玩下線 就是我講的 剛剛在講那些黑社會 你都在拔那些 我告訴你 你最後 你也沒後悔啦 你最後就是滅亡 你還是要滅亡啦 你看國民黨跟共 共產黨就好了啦 我們也要說一個實際 還是要認罪悔改 因性稱義 我剛才說的 那些很不好的就是 你如果 你要記 你做這些事情 你瘟死 因為 你是拿你英文的死命去捕 也跟你旁邊的人的死命去捕 我告訴你 你如果相信 國民黨跟共產黨最後 你記得 你也不得好死 因為那個是 那個是絕對死 國民黨跟共產黨 要賣亡進行 一定帶一百人 跟他去做會去死 那也說所有的中國人 或所有人類 應該有基本良知 道德 底線的人 還是居多數 我告訴你 大部分的人 不會 他不會說 像我講的那樣去做 他沒有下限 根本在玩命的 所以這種 擺爛黑社會的下限玩法 中共第一個傷害的是 中國人民自己 所以中國人 忍受國共兩黨 這兩孽 孽子的施暴 所以 民變即將發生 所以我告訴你 會發生民變 如果你算這些 整個你算黑社會 他們 中國人民這件 可能沒有外人 像說我們台灣有民進黨 民進黨當然不是很好 但是他比國民黨 沒有他有反省能力一點 他比較不會這樣走 走開台灣 我們也說實話 但是我告訴你 民進黨本身也有問題 但是我告訴你 這是好還是比較 民進黨是沒有那麼爛的國民黨 沒有那麼爛的國民黨 沒有那麼爛 你說他好嗎 我不覺得他好 我從來不覺得民進黨 那國民黨當然是爛 那是從頭爛到尾 到今天他還是爛 那民進黨是 比較好 比較好一點的國民黨 但是你說他好嗎 我也不覺得他有多好 那也是種很嘲笑 很爛賊的 很滾溜的 一半好像豁溜的 但是我告訴你 也是種很爛賊的 那就是 國民黨的怕孫子 都一樣 都一直嘲笑 民進黨也一樣 對 民進黨一樣 也沒有那麼爛 那我們要講 講 你都在拔黑拔糙的 你畢竟 真相 人家有一天 絕對會追究 也會大白 你看 這些事情 一旦都開閃開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明辯 你看 共產黨是不是會有明辯 我覺得會 因為所有的中國的 中國人民 現在卻有明辯 我說真的 現在 受傷害最深那個利益 受傷害最大 是中國人民 因為共產黨都在黑白做了 要等國人民 現在 跪到水深火熱 現在人家會怪說 這水深火熱 什麼人做的 人家會說這共產黨做的 共產黨做的 這都他做的 你說 武漢病毒 什麼碰瓷 不是有的 我剛才說的 這 擲黑色的都這些人做的 人家也知道 國民都是共產黨做的 人民有這麼誇張嗎 這 他自己生的 他不知道 他自己說白菜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知道 怎麼樣 如果他還有點天理的話 他就會明辯 我跟你說 中國在哪一定明辯 你說中國人民不要自毀 他一定把 這個 共產黨做 體制的改革 因為他不改也不行 因為他不改 中國人民活不下去 不能跟他這樣在玩爛 在玩黑社會 因為 玩黑社會是把中國全部都賠進去 中國人沒有那麼少 他才不要再跟你 我就是只好 我敢把你搶這 搶我搶一搶 你贏 你如果要死你去死 所以我有一件事 如果中共玩得很狠 我告訴我 中國人民就會明辯 再來爆發國民 絕對會爆買 因為 中國人民現在在進步 他忽然間有一個阻礙 結果他發現 最大的阻礙是誰 是他自己的共產黨 是他的國民黨 他都被淘汰掉 你說台灣的國民黨 他已經被民進黨 都可以淘汰掉 那共產黨會不會被淘汰掉 會 他也會被淘汰掉 所以 共產黨面臨兩個問題 第一個 他被人民推翻 不然他就改革 共產黨自己體制內 他要改革 那他可能可以再多撐一點 因為 他到了他必須要去改革 改革的地方 你要搬到這麼黑 搬到這麼吵 你怎麼玩 我跟你講 你還算這個黑色的 人家美國也不是不知道這個 那美國對中國的封鎖 跟反擊一定更強 那你中國人民就會更痛苦 然後中國人民也知道 我現在吃不到 我連這裡都有問題 那可能就會產生民變 那中共也一定會垮的更快 所以中共只有兩條路 第一個自己解散 這是最好的 中共自己解散 第二個就是說 我還要再撐一段子 那就是改革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個 這交給上帝去改革 因為這是上帝的主權 因為什麼叫上帝的主權 他跟所有人說 你包括所有的中國的民間 到底還要不要再維持這個共產的這個體制 這交給中國人民 可以自己去判斷 他如果願意維持的話 那就跟他過一樣苦的日 那如果中國人民 他們有覺醒 因為感激說 這個共產黨畢竟 自己生妖孽 自己把它處理掉 我認為說 對共產黨如果替中國人民想 最好自己解散 讓新的中國政府他自己會起來 人家自己去找人 人家怎麼做 趁差去賣比抓抓抓 都比共產黨還好 中國人民隨便抓一抓 都可能比共產黨現在還知道 這是第一點 中共自己瓦解 然後第二個不行就改革 因為我在想一個問題 如果說 新的中國政府未必會比中共好 我說實在會 所以中共覺得說 如果說 找不出更好的中國政府 那不如我自己來 那自己來就改革 就是體制類的改革 所以 中共面臨的是一個體制的改革 不然他就自己要換錢 這是他的 沒辦法 因為這時間糕 這是最低租款 你都一直在擺這個 擺這種 擺這種 這種爛招的玩法 你絕對命不慘 你絕對的事 我沒辦法 所以你看看 國民黨在台灣 整個都圍起來 跟共產黨的敗滅 不是都一樣 都在玩什麼 都在玩這種 很爛 很爛的 在玩這種 下山爛的手法 把自己擺得吵 跟旁邊的人 都擺得整個都是 沒有底線 就在玩命 不要練 死不減吃 我跟你們這些所有人說 你就都聽 你都不要親眼睛看 他們就是這麼玩 我今天就跟你整合一下 他們再來會怎麼玩 你心裡都要預備 玩到這麼爛的時候 哇 辛苦 大家日子排過 有沒有這種可能 應該不高 應該會 中國會改革 中共那邊遇到壓力 他現在正在燜燒當中 他現在也要想辦法 你想辦法 就是中共整個體制改革 包括第一 中國人民也頓自由 然後第二個 有一個監管機構 可以監管中共 不要讓他這樣欲賣 做 他們都沒有下線 他為什麼沒有下線 因為沒有人都監督 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 這句話 是對的 為什麼 中共現在有誰可以監督他 他沒有監督啊 他沒有監督就是爛 擺爛 是這樣子 所以中共他就是體制改革 他要自己創造一個監督者 那是不是由國際組織來接觸 不然中共在 非常簡單 他在開放一個黨跟他競爭 我就不一黨了 我就開放給領域人士去組黨 跟他競爭 那中共就不會那麼爛了 那你還那麼爛 那你就給另外一個政黨把它取代掉 那你還能活命 就不會產生非常大的這種社會衝突跟對立 那中共他可以好好的謝幕 因為 中國任何一個政權謝幕都很慘 整個都爛 整個都吵 整個社會都拚到 這樣也不好 那不如你開放一個黨 或是開放兩個黨 然後自己消滅自己 那這一種改革對中共的成本比較低 然後他也可以謝幕 那中共也可以把這個責任壓力 說抱歉我們現在都人民在決定 這個也不是我的責任 那共產黨就不用背負那麼大的什麼 謝幕壓力 因為共產黨我看那個時間大概也到了 他撐這種體制大概也撐不過超過十年 因為他的體制本身就是有毛病 跟國民黨是一樣的 是在擲槽 那這一種擲槽的組織 對台灣人 對中國人來說 未來是沒有未來的 因為溫習耶 絕對是自我毀滅的 像我們台灣把國民黨毀了 就這樣子 為什麼?因為他不毀不行 那麼爛 台灣人不是說 說的是我們的人民人 皮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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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 這叫國民黨的爛 我們從以前看到 你跟我今天講的國民黨的爛 你看所有台灣人 馬在台灣人 人真的都認同 有啦 他們以前都馬在做過 那就是那種爛 那都放在我的身上 我看就知道 我只看他 人的腳踏準 我就知道 他還要放什麼賽 我只看他腳踏準 我就知道 他還要付什麼派槍 對啊 我們太了解他們了 那我們要講 我們要講 我們要講 我們要講一個最後 我們要講一個最後 那個 仰望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欣賺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神的寶座右邊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 灰心 你們以罪惡相徵 還沒有抵擋到牛血的地步 這就是我們說這些人 就是說 你要想一個問題 雖然說他們這樣捕 但是 畢竟都還沒有產生戰爭 但是我還要說 你要稍微向他 你如果香港再來 他會擺這個 我說這個壞掉 要擺槍 就是我剛講的那些 可能會擺到街頭的 但是他擺到街頭 他說他就是要賣 就快要滅亡 因為 那個人好像一個賭徒 他一定輸啊 然後他繼續再拗 再拗 再拗 我說他會輸掉 輸掉那麼痛 你知道那個不甘心 甘心會使他輸得更長 不甘心你知道嗎 不甘心 我輸的不甘心 他會繼續再拗 再拗 把醜肉加到 我只要贏一把就好 他都這樣燒 結果那個人就把他輸光 所以 我們要知道 大家稍微跟忍耐 會有這些東西 多跟少 如果 是我講的那麼嚴重 你也稍微要防一下 就可能不再拗 拗這最冷 拗最慘 因為以前拗過 寒戰跟夜戰 那個 國民黨把自己的水壩自己炸掉 都誘賴什麼 日本做的 同樣 那個 共產黨他也有做過 文化大革命跟大躍進 六千萬人 全都要死 這樣我們大家心裡有一個預備就好 那謝謝各位